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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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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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赦免我们的丈夫虚子和女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 真正的人工 跟弟兄姊妹都是 相爱和平的相处 来建造你教会 主啊,我们在这里 请求你 让我们的国家在总统的改革 都有裹效 让我们的总统开门 有能力,有智慧 让他的旁规 说人说 真的是为百姓来想 我们看到了 这些 重分的议题 让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忧心 主啊 主啊 让这个法案 我们暂时的搁置起来 因为这是破坏了我们 传统的 家庭基因价值 主啊 保守 让我们的国家 不走上 这种错误的真正 祝我们今天 祝我们今天 也请求您 把合一的福分 赢到宗教会 拆回宗派与宗派之间 教会与教会之间 人与人之间 那无形的 格强 赐下合一的赢 使如族南侃地区的 众教会 在领里合一 同心兴旺福音 让各个教会 都点燃祷告的火 教会成为 祷告的教会 弟兄姊妹成为祷告的人 阿们 带来上帝在如族南侃地区的大作为 教会 充满神的荣耀 有神迹其事 来当典出来 也劝您 让我们的国家教会 不是在 人数的 增加 而是 更在我们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的 隐蔽 所用的 更加的更新 与主更加的合一 我们请 祝求您 祝您 把今天 的正当 通过 成务师的头 证明到我 让他所说的道 都能够 大心在我的心里 成为我们 日常 生活 的本责 我们现在公平的祷告在你的面前 同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来公读 看病的话语 上边话语记载 马太福音 五章六十 马太福音 五章六十 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 基督 木义的人 有福乐 因为他们 地 得保 福 再一次 基督 木义的人 有福乐 因为他们 地 得保 福 五章六十 阿们 现在唱句话语 科赛的今晚 现在请 读学的同学 到三楼 在一楼 讲到一楼 在三楼 在三楼 三楼 三楼 我们现在请 陈医师 来讲到 他今天所讲的到 是 叹地 叹地 这是满足 叹地 给他满足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在今天早上 在主复活的 早晨 我们再次一起在这边 那这一个系列的当中 我们一直在 看着 就是 八福 八福里面的 一些的 一些的 内容 那我们今天看到 看到这一个 就是 上帝给的满足 那 上帝的给的满足 在我们的做法必事业 在这里我有讲 当你给的满足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说我们生活中 所有的一切 主动应取 按我们的心意来满足 来供应 好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在生活当中 你是 一个公司的老板 或是你是一个黑道大哥 来 去帮我把这件事办 来 去 我想做什么 这个事去把我办活 如果 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 生活所 一切所求 足够应取 重点是 按着我们的心意 来满足 来公平的时候 其实上帝 用台语讲 变成什么 你也塞喊 我也塞喊 我们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好 所以 这句话 上帝比我们满足 并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 是乃是按着 他自己的工作 慈爱 看顾我们 按他的心意 使我们的生命 得到满足 生活 没有溃乏 让我们的生命 得到满足 生活 没有溃乏 按着我们的心意 我们通常 求的是什么 求的是生活 我们很少求生命 因为生命的东西 是要调整 要修剪 但是我们经常 我们想要的是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得到满足 而不是生命 来得到满足 看到其中的差别吗 按我们的心意 圣经说得很明白 人心是诡诈 而且无法满足的 那上帝如果按着我们的心意而行 后果可想而知 如果今天 上帝忘 假设 上帝忘了他是谁 可是上帝一样有能力 那你们有看过一部电影 一定有看过一部电影 所以如果今天上帝 上次他的记忆 可是有拥有这样的能力 如果按照我们的心意 而做这所有的一切的话 那我想 后果 我们可想而知 如果你不有权力 你可能想 想统治天下 如果你是 经济上掌权 你可能也想 收 收瓜全世界的财富 所以上帝给的满足 是我们知道他的心意 我们看他所做的 然后为了他 在我们患难时候 给我们 帮助 在得胜时候 赤下的风声 有余 而有了感恩的心 归荣耀给他 所以上帝给的满足 只有他能够给我们 就好像 我的LINE上面 我都有留 就说他好像 可以助解吗 那助解的那句话 其实就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有个叫福音团 就是我们要去天乡 要去帮忙的时候 学长姐都不会跟我们说 去那里 有多么辛苦 民雄 民雄有出肉包 他的甘蔗很甜 哪里有什么什么 都用这个跟我们讲 然后去了我们才知道 要睡顶楼 那个孩子要睡顶楼 他地板就是铺一个 那个 纸香跟纸而已 或者睡福音团 福音团知道吗 这以前教会 藏着那个 木头的那个影子 所以 然后晚上 我们有学姐 那个到水上 教会的时候 那有黑尾 就是巧黑尾 被听了 晚上起来 一边哭 到 祝祝 祝 那个受不了 差点要去打针 因为差点 佛默心死之灵 好 那在这个当中 上帝给的满足 我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呢 那句话是 荣耀归给上帝 辛劳感谢同工 快乐留给自己 其实这个快乐呢 这个快乐是哪里来的 是你做了这件事情 你知道神的心意 你成了神 在世上的手按脚 你也在你的同工的当中 看到每一个人付出的时候 而去感谢他们的时候 你的心有满足 这满足不是别人能够给 是上帝亲自感动你的 就好像你们应该有看过一个 韩国的一个短片 就是有一个人 那个短片就是信仰的短片 十字架有没有 主耶稣跟他说 这十字架在这里 好好的摊着摊着 有一天我会再来 结果刮风下雨 甚至于下雪 这十字架倒下去了 然后那个人怎么样 再把他扶起来 扶起来 扶起来 可是就指引了很多人往哪里去 可是他实在快受不了 快受不了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大的影子过来 就是耶稣基督 而他看到耶稣 耶稣一个表情在哭 因为耶稣知道他手术 受了这些的艰难煎熬 耶稣基督自己满足 满足了我们在生命中 所需的一切 所以上帝能给的满足 没有任何的东西 能够代替 好所以上帝给的满足 是一种状态 是我们与他生命真实廉洁的感受 而且是实质的存在 既然我们要得到这样的满足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饥渴沐浴的 今天 饥渴沐浴沐浴的人有不乐 因为他们要得到宝负 他们要得到宝负 好如果饥渴沐浴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明家书六章八节 他说 世人啊 耶稣法已经指示你 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有人问说上帝 我们要怎么去形容上帝 不跟人介绍上帝 我通常都用两个 就是爱以及公义 这个公义 不是公义才卷的公义 是这个义 我们上面还有这个义 爱就是上帝是一切 爱的源头 但是上帝呢 也在这个世上实行公义 所以这个爱以及公义 是可以并存的 是可以并存的 好所以什么是上帝的 就是行公义 行公义这件事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不简单 我们看 通常我们现在 Facebook什么那么流行的 状况之下 现在就有直播 你们听过的名词吗 叫做正义魔人 有没有正义魔人 正义魔人就来看到 什么不平的 像前一阵子 花脸 有一阵男女 偏吃偏喝 有人看到 认识他们吗 他们就直播 然后说 这个两个人 现在在这儿 扑摸 大家要小心 不要被他们骗了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有个小魔的凶杀案 在这个真相 还没有调查 到底断过的时候 大家就突然了 这个一定是怎么样 这个一定是怎么样 连自己的闺女 都要陷害 非常多 这是上帝的公义吗 上帝的公义是让我们拿着一把剑 然后看到我们觉得不平的 就去砍 就去杀吗 不是 上帝的公义 行公义 正行公义的 在弥加书6章8节 相应对的经文 还有 阿摩斯书5章20节到22节 还有 以西 和西阿书6章6节 他们所讲的 上帝所谓的行公义 就是 你有这个信仰 你必须在你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而不是在主的面前说 主啊主啊上帝啊上帝啊 你献上了祭品 但是你的手 却不愿意 在这个当中去 让人家看到 你是 有从上帝而来 有公义的一个好品格 和好行为 好所以 不是请我们去当 真意谋认 但是对于 这些弱势 或者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发生 我 请 我让我问一下大家 在台湾近几年来 有很多的食安风暴 有很多的 我们觉得就是说 不OK的东西 请问我们当中 不用举手 还有谁 那时候为了说 一定要让 顶清灭顶 你到现在 你还是他相关的产品 你都不买 还是到了 那个高仓 哇 买一送一 买小罐送大罐 没有啦 没有买小罐送大罐 那可能 真的会受不了 你有没有在这个 世上 你所谓的行公义 你有没有这样去做 在这一两个礼拜 在网路上 也流传了一个 就是 那个 我们一般讲的 像眼镜猴 或者树南 就是有一个小同物 很可爱 然后你给他 搔痒的时候 他手还会举起来 可是呢 他网路上说 你知道真相吗 这个真相就是 成千上万 已经数万 这些猴子 因为全世界的人 他们 觉得很好玩 非当宠物 而被捕杀 而被掩杀 而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抓了 然后在 离开妈妈 然后我们再回想 十几年 十年来 多二十几年 香港 或者台湾 中国这边 最流行吃什么 鱼翅 现在还有鱼翅的餐厅 可是经过 像成龙 还有姚明 还有一些人 因为东方 华人比较有这样的习俗 他们在 镜头前面 做一些的宣导之后 然后 这样的行为 就慢慢减少 那杜绝了没有 还没有杜绝 所以 行公义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 我们 拿着这个剑 去砍去杀 去论断别人 而是 在神的标准 神的 行公义的这件事情 我们能够去看看 我们有没有尽到一个 基督徒的责任 所以行公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谁的标准 神的标准 不是我的标准 如果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叫公道 自在人心 所以公道自在人心 这句话其实是什么 没有公道 为什么 因为 人的心 你的心跟我 绝对是不一样 所以公道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第二个 耗联敏 那耗联敏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耶稣 三年的传道生涯里面 祂都是跟哀哭的人同哀哭 跟孤儿寡母在一起 耗联敏这件事 根本 不需要 多去解释 前阵子有人问 现在 天主教的 教宗 问他说 我们如果看到乞丐怎么样 要怎么做 谁知道他的回答 我们看到乞丐要怎么做 我先问一下 在台湾 我们路边还有夜市 看到乞丐 请问你要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有没有人曾经就是丢钱给他 好 这个教宗他的回答是 就是给 给钱吗 人道就是给 就是套出来给他吗 不是 他要解释 他说遇到期待怎么办 他说就是给 他说不要丢钱 他说钱不要丢下去 这跟给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你真的 在夜市的里面 当然我们知道里面可能有一些 验钱的 或者怎么样 可是你 有没有给他一个 接纳不同的感受 有些人可能走过去 然后就丢了 然后走 或者请小朋友拿过去给他 你随便停下来 把钱 放进去 你蹲下来 当说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你有 你给的是什么东西 你好怜悯 你所给的是施舍 还是一个 上帝我在你面前 可以招待过去 所以当教宗 他在解释的时候 他其实在挑战一件事 你是什么动机给的 你为什么要给他 你是在做功德吗 还是你真的 想要去关心他 想要去 帮他 所以 好怜悯这件事 其实上帝 从我们 从小 我们 跟同一的步骤 我们跟父母心的互动 跟亲人的互动 我们都知道 神其实给我们一颗 怜悯 怜悯的心 然后 第三个 纯谦卑的心 好 谦卑的心 这一件事情 就是 行公义 好怜悯 如果你都有做这些的时候 你行公义好怜悯 没有 纯谦卑的心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以后悔 你行公义好怜悯 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事 相信上帝会通过你来祝福很多人 可是你没有 成千杯热心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我们常常 有没有 例如说我现在 我说 那个 佛曼哥你好帅喔 没有看过你那么帅的人 通常我们的回答是哪里 我们都回答是什么 我已经泄露 哪里哪里哪里 那我要说什么 眼睛鼻子耳朵吗 不是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 其实常常很多虚弱 我说哪里啊 哪里哪里 其实你已经把这个荣耀 接受了 可是我常常跟纯谦的对话里面 我跟他说什么肯定他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 感谢主 可是感谢主也不要 真的成为口头谈 感谢主感谢主 可是我看上帝没那么高兴你 上帝才要高兴 他说了感谢主的意思 感谢主 让我的帅 让你的心情 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种 很实际的一个去助 所以当你行功利 好怜悯 而没有 虎千非的心的时候 就非常的容易 让你觉得 你与上帝还要离开 因为你又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但是 你又可以行功利 你又好怜悯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神 甚至于比神更厉害 所以行功利好怜悯 你纯谦卑的心 其实呢 就代表着你跟上帝同情 你明反了解上帝的心意 好所以呢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满足 就必须知道上帝的心意 而且这样去做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可以得到满足了 事从跳出来 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 那 渴望实行上帝的义 执意的人 上帝要使他得到满足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的 包含 包含这里所说的 慷慨 善行 同行 怜悯 这些都是善的事情 这些都是善的事情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四节说 一切的工作都要凭着爱心去做 这里的慷慨 善意 同行 怜悯 若是我们 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是觉得说 要去换取功德 或者说要去换取 入天城的门票 其实呢 基本上 慷慨 善意 同行 怜悯 这个东西 你就在当下 就得到了报答 好 我举一个 例子来讲 就是说 如果在 圣经有说 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 就是说 行善事要在哪里 他说要在暗地 或者你右手所做的 不要让左手知道 其实这里所说的意思 就是说 你的慷慨 善意 同行 怜悯 这些都是好事 可是这些好事 你可能把它做坏了 什么叫做坏了 其实跟刚刚对那个乞丐一样 如果你帮助别人 拿去给你 那我们有一个 以前 比较久远的故事 不食 接来食 就是说 你刚给我东西吃 我很饿 可是我很有苦气 你对我的态度不好 我宁可不吃 其实在 在台湾的 基督教界 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些事情 这件事情可能是无心之过 但是我们 必须要小心 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很多事情 一定要去谨言圣行 就是说 曾经有基督徒 他们收到祝福 但是有一些 被基督徒 的人 看到 其实他看到了 他看到上帝是祝福 这是幸福的 他看到他们生活 是丰富的 他看到了 他们家庭很和乐 但是当他去 说我 需要协助 需要帮忙的时候 有没有帮助他 有 可是让他很受伤 这种受伤是 一种高高在上的失神 是一个 说 你如果没有来信上帝 你没有来信上帝 你的生活就是这样 你如果没有来信上帝 你的生活就是这样 或者说 我们信上帝的人 跟你做事不一样 所以呢 在这些 受到帮助的人 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说 那个是后来 一个信主的堂者 他分享他 很快的 他就把 那个 跟他借贷的 这些精品 赶快传给他 而且呢 从此 他就觉得 就说 再也不要 有这一种 被人虚辱 这种感觉 成为他一生 奋斗 后来在他的生命的当中 他其实看到 很多基督徒或关心他的人 真的很好 很不错 可是 原先给他这个伤害 让他久久 没有办法 就跟着你 到了某个契机 他的另外一个故事 大家就幸福了 所以慷慨 善意 同情怜悯 都是善的事 但我们去行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是要按着神的旨意 而不是按着我们的方式 按着我们的方式 可能带来的是伤害 或者带来给人的压力 那第二个 实行上帝的意 就是与人分享 上帝的慈爱 与你生命中的丰盛 那换句话说 就是让人看到你生命中的丰盛 是来自上帝的慈爱 让人看到你生命中的丰盛 是来自上帝的慈爱 好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 我讲过一个故事 就一个故 他很有钱 但他不快乐 因为三天两头 都怕自己的钱被偷 隔壁有一对老夫妻 在那边住 没有钱 可是每天看他们 那个吵来吵去 骂来骂去 生一包泡面的时候 只穷到生一包泡面 那两个人在吃的时候 也是高高兴起 那有一天 这个 富豪就请那夫妇来分享 说你们怎么可以那么幸福 怎么样 他们就跟他分享 钱以后呢 回去 从来没有那么多钱 放在枕头下面 晚上睡不安稳 好 那在床下面挖一个坑埋在里面 那去外面跟田 跟到一半就回来 看看这个钱 有没有不见 这样搞了几天以后 把钱拿回去 给父王说 好 那个 这个我拿了你的钱 可是我的快乐 我的快乐不见了 好 那所以我们跟人分享的丰富是什么东西 我在这里 不是说实行上帝的利 就是与人分享上帝的慈爱 与你生命中的开战 我不是很狭义的定义在物质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生命中的丰富 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很多的钱财 可是往往感动人的是 有时候能看到你是说 哇美妆 怎么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 要是我呢 早就不行了 为什么你还可以撑得下去 为什么你还可以面对这种的状况 这是生命中的丰富 这是神力量的同在 或者神智如贝的同在 所以实行上帝的义 就是与人分享上帝的慈爱 与你生命中的丰富 你要如何让人看到 神是 神是如何与你的生命 做联解 所以在这里 或许我们 对神给我们生命中的丰富 有的人还没有完全感受到 或者说有的人 你期待在 在A的部分 可是神给你B的部分 但是在这里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说 猜我来那位的旨意就是 祂所赐给我的人一个一步失落 耶稣告诉 每一个百姓说 猜我来的那 那一位的旨意就是 祂要给我的人一个一步失落 我们都是上帝要给耶稣的人 耶稣 透过祂自己的拯救 我们要 享受在祂里面 永恒丰富的生命 好 那最后一个 我们要来看的是说 每一个人 都能够找到实践 爱上帝 爱人的方式 刚刚我们说了 这种从上帝而来的满足 是明白到 祂的心意 在世上成为祂的手 看得到 去做了 的一个满足 好 我举例了 在我们里面 可能 不是可能 大部分的人 都有经历过家里的 小孩子的成长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的孩子 刚会走路 差不多这个年纪 一岁多 两岁多 三岁多 好 那 有时候你跟他说 那个 那个 小朋友 那因为你可能是要训练他 或者让他 能够更灵活一点 你可能说 那里有个什么东西 你说 那个 小朋友 去买那个东西来给爸爸 然后去拿 回来以后 好 那 我们来想 想一下 这个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 请问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小孩子得到了什么满足 什么满足 我刚刚讲的 我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 今天刚刚说的 上帝给的满足 是我们明白 祂的心意 而这样去做的时候 上帝亲自给我们的 好 我讲的是说 如果 孩子再大一点 博小或者 博中的时候 那有时候呢 像现在 手机 电玩这个很盛情 有时候 他们可能要 除职 买点数 你如果告诉他 去倒垃圾 去洗碗 好 三十块 好五十块 有的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劝 后面有人在笑 是不是家里有家好 不过我是希望 爸爸妈妈不是这个样子 不要因为功课 不要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家事 而给他们金钱 我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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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钱讲 给他钱这件事没有问题 但不要让他跟 你要给我钱 我才要做这件事情 保费的理解 我们就以刚刚我说的这个大孩子和小孩子来讲 大孩子的当中 或者我们现在 常常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考虑到投资 保护 我们考虑到说 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可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小孩子 他去拿那个东西给你 他根本不了解那个东西 他只是听到一个子弟 一个子弟 你去拿那个东西 回来 他渴慕的是什么 哇你好棒喔 你那个 你是爸爸妈妈的心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渴慕 渴慕被耶稣 被我们天父这样 触摸 说你真的是我的宝贝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是我们生命中的缺乏 我们必须在这里得到满足 如果你不渴慕 神触摸到你 主耶稣触摸到你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所做的事情 我们横廉和评估 是用世界的标准 而不是用上帝 来体贴祂的心意 好所以 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检视自己的心 我们真的愿意吗 好 愿意吗 好 你自己是在这一步 去卖掉你所有产业 把钱捐给穷人 你就会有财富 积存在天上 然后来跟从我 好 这个是世人觉得是秘密的地方 也就是基督徒觉得是 怎么会讲那么奇怪的话 那 有一般的人 我们想的是 如何得 可是 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 你愿不愿意舍 不是得 那 上帝 上帝 他愿意 像耶稣 他在教导文夫的时候 他说 若你不舍你的生命 你就不能得到 我们的生命 你若不背这个十字架 我们跟随 耶稣我们想的是 他给我们的平安喜乐 可是耶稣说 你要背十字架 针对世界上 我们从小接受的这个价值观 对我们来讲是秘密 是我们无法去明白 无法去接受的 无法去明白 无法去接受的东西 需要的就是信心 那我刚刚说的那个 韩国的那个短片 系列的短片 它有一个 它是怎么拍 它是拍到 官邸镇 一个人在 山海的旁边 然后呢 前面就是银海 像现在很多去那个露营 都要找露营区 前面上是银海的 然后他再承承基督主啊 主啊主啊 救我救我 那时候怎么样 如果真的听到 耶稣的声音 然后跳下去 跳下去 怎么可能跳下去 哇一直奔落 一直奔落 奔落 剩下的一点 好不跳也是此 跳也是此 那声音应该从上帝而来的 平常有在祷告 这声音还蛮熟的 就像我们 讲电话的时候 这个是义丛哥打来的 这个是家里打来的 那个声音大概 都能够稍微分辨一下 好 它就跳 原来呢 它山海在这个地方 这是云海 那在更下面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什么 大平台 平台而已 一个平台而已 它就跳下去 其实没有很高 但是在那里就得到 兼顾 得到兼力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们不明白的事情 在圣经的教导 不明白的事情 或者跟我们 过去的价值观 这个世界所教导的 有 很大的出路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不是世人不明白而已 好 那马可福音常常说 这些的门徒是什么 鱼丸 不是淡水的鱼丸 好 是 鱼笨的鱼 顽固的丸 他们跟在耶稣身边 都不明白 耶稣所讲的 所以我们面对圣经里面 这些秘密 有时候我们必须用信心 才能够 跨越 信心是我们跨越 跨越的一个 最重要的力量 好 所以 耶稣在哪里 今天我们 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为 耶稣基督所做 我们真的能够 服事他吗 马太福音25章 35 到36 简说 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可乐 你们给我喝 我流落到地乡 你们收留我 我赤身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生病 你们照顾我 我坐牢 你们来盼望我 原来爱的实践 就是坐在那 至小至微的身上 所以 今天 当我们在做 服事的当中 愿 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服事的里面 都能够碰到耶稣 都能够体贴 明白 他的心意 而上帝 主耶稣基督 就将那人 所不能夺取的 平安 喜乐 以及满足 来归点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同心 来吧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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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你告诉我们 要爱人如己 因为你爱我们 让我们恢复了自己 与自己的关系 自己与你的关系 当我们享受在这种 甜蜜祝福当中的时候 求你让我们 不忘记这种感动 而愿意去 跟更多的人 分享这个讯息 就如同患了大麻疯的人 去宣告 如同撒马尼亚 这个打水的妇人 她生命改变之后 她的生命已过去 就不再有任何的言结 她也适度去宣扬 主 你让每一个 渴慕 明白你心意的 弟兄姊妹 都能够得到 都能够清楚明白 并且成为你的手和脚 去祝福别人 如此 你就将那 真正的满足 在他们的生命中 生活当中显现 愿我们 都能够更多 更深 经历的同在 谢谢你 祷福基督圣明 Amen 明镜与点 明镜与点